《南極》 《南極》 對於許多人 是一個遙遠的夢想 在我40歲生日的時候 我決定給自己一個不一樣的方式 我坐了破冰船 到南極度過我的40歲生日 各位朋友好 我是楊恩生 我花了30年時間走遍了五大洲 是台灣少數以主題性來做畫 我是從近物開始 所以對於小物件非常有興趣 但是當我到了長江源頭探險 當我到了南極 主題就很明確 我需要無病身影 眾多畫材裡面 我畫了10年的水彩之後 終於覺得我就是一個終身的水彩人 水彩最適合我的個性 我一輩子只做一件事 能夠成功就很好了 退休後的第一個大計劃 帶了兩位我的學生 花了300萬到南極 所有的南極 只是在南極半島附近才有生物 南極極點附近是沒有生物 那我們所看到的 所聽到的 把它變成五本的繪本 呈現我對科學自然探索 對藝術的看法 我不願意看到 聽到不用我的作品去表現出來 所以我以用南極這樣的作品 來告訴我的讀者 冰河它是不斷地退卸 冰山也是不斷地溶解 全球暖化是存在的 這個節目裡面 我們有相當多的紀錄片 可以呈現給各位朋友 讓大家明白 藝術也是一種探險 你看到企鵝的困難 體會到全球暖化 這不僅僅是一個科學的問題 或者是一個哲學的思維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走出你的畫室 走出你的家庭 走出你的學校 去觀察這個每天都在變化的大自然 你可以到達到帝國 走出你的心 離開